滿低的啊 我在路上看到幾乎沒有什麼人在戴口罩 普遍上是偏低的 因為大家覺得好像就是戶外環境 感覺起來是安全的 還滿高的啊 就是出門都會戴口罩 不高 最近大家都好像鬆懈了 這段期間 大概從五月到現在 滿多的 不錯啊 比人比較高啊 確實會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有一點警覺性 因為畢竟病毒我們看不到 其實不會 因為我從一月開始到現在 我一直每天都像這樣戴口罩 其實還好 因為大部分境外移路都在北部 所以對台南部影響不大 會 就是案例有增加 警戒訓會再高一點 改變很多 對 比如說就是吃飯或購物 或是人潮 而且如果你現在都是 都在網路上買東西 就會比較方便 就不用跟人接觸啦 有啊 都洗手啊 戴口罩啊 我覺得其實是很好 因為就是除了保護自己之外 也是保護他人 非常好啊 接下來我們怎麼 怎麼樣去避免掉自己被傳染的機率 就是政府出來宣導 我覺得很棒 如果有其中一個是感染源的話 有戴口罩 可能就會降低很多的風險 如果人數很多 都在室內集中在一起 存聚的話 那就一定要戴 衛生方面 大家都好啦 皇宜也好啊 掌握市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歡迎收看市政三分鐘 我是林怡婷 隨著境外移入個案的增加 還有前些日子 比利時工程師的確診 也讓原本解禁的台灣 開始憂心第二波疫情的復燃 然而若真的爆發第二波疫情 我們該怎麼防止社區群聚 守住台灣 韋哲市長也呼籲市民朋友 應開始於密閉空間 以及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狀況下 重新戴上口罩 也宣布在兩週的宣導期後 由公家機關單位率先強制執行 室內戴口罩 為了大家的健康 也請市民朋友相互體諒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 韋哲市長怎麼說吧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長黃韋哲 大家知道 我們從6月7號解封以後 大家都瘋狂的購物瘋狂的旅遊 但是事實上卻是瘋狂的不戴口罩 造成防疫上很大的困擾 現在因為很多國家都碰到第二波第三波 甚至很多國家在第一波守得不錯的 現在第二波第三波都紛紛不重見倒地 所以說我們要特別特別的謹慎 當你去電影院KTV 或是K出中心 或是在電梯裡的時候 人跟人密集相接的時候 尤其旁邊又是不認識的人的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戴口罩 或是跟他保持距離 這樣子的話 保護了你也保護他 希望大家還是有好的良好 勤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這是防疫三寶 希望大家都能夠遵守 接下來請收看中家新聞 大家好我是陳秉淺 歡迎收看中家台南台風新聞 我們也有一連傳的新聞報道 帶大家的作為來關心 南部科行區管理局為了會開地下 每年補助地下的建設經費 台南一港台有三千九百萬 不過在那一百十年度 客突然間港為九百七十五萬 相差很多 對處議員丹平約 想要踏過領域丹庭 共同教育記者會 一方面要求南科管理局 要增加補助 另外尖對火區的補助方法 領域也要求南科管理局要減透 南科這個地方 在我們地方帶動了很多的一個繁榮 相對的也是製造了很多的一個困擾跟污染 所以希望這個回饋機制呢 能夠更完善更完全 那在今年呢 很意外的是我們看到了 我們的回饋機 今年在一百一十年 減少了非常的多 跟我們以往來說的話 減少非常的多 所以對於這一點 我們有很多的疑問 以及我們李明的聲音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會 能夠讓我們南科管理局 跟我們市政府這邊 都能夠知道 整個土地比例 雖然這個陸足 他大概三分之一的比例 可是他進駐的廠商 並沒有那麼集中那麼多 所以他所創造的價值 也就是經濟利益 沒有那麼高 所以相對的所賺出來的錢 應該都是從 所增加出來的價值 應該都是在我們南科 所以當然地方一定有這樣的擔憂 而且也覺得會有不滿 就是說未來我們賺的錢 還要分給樓盜 還要分給樓盜 這個更是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檢討 對處南科管理局的副局長 鄭秀隆揮映 因為補助的辦法 是依照著藥基金的信譽 這由拿拔來分配 因為一百零八年多 南科三期的庫電 和台七電的開發出現了負數 因此港位九百七十五萬 不過如果一百零九年都會有算 就能夠來回合 突然降這麼多 很抱歉 因為我們就是有一些比較大的建設 配合台積電N5N3的進駐 我們會做一些公共建設 所以導致去年的一個決算是虧損 那依照這個補助地方的政府建設原則 就不能編比較高 只能編最低額就九百七十五萬 本來都三千九百萬 那我們就編到五千萬 從一百一十一年開始編 那其實要請大家諒解 因為我們的作業基金 是三個園區共用的一個基金 那光南科的負債 就大概有三百五十億左右 那未來在開發橋頭跟三期 整個開發的經費 會使我們的負債 大概達到九百多億 將近一千億 不過我們還是願意在台南 這個有盈獄的時候 給予地方相當的補助 在不足的部分 雖然市府秘書長有答應 會先來應付 不過在後續一百十億年多的補助 管理局跟答應 會提高到五千萬 至於南科、路德 跟未來教頭的開發性 一款的補助分配 令委丹廷跟市府 政府也建議南科管理局 應跟他三代 跟營養鴨來分配 不可以單獨以土地的面積 因為我們都是拿南科賺的錢 來分配六甲雞頭 對台南市民來說真不公平 管理局標示會帶回來檢討 台南新聞 跟蔡鳳報道 議員林美媛跟營養鴨交標示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為議局、明鴻和收盟相當的隊員 每年導播以外陷 一個人是四百塊 而且對民國一百年到現在 都是這個金額 導播的範圍 包括上海大園一天四百塊 生故失能四萬塊 跟英工意外生故失能 對過去相關四百二十萬 港維現在相關二百三十萬 議員配平 為了保障意境 跟民眾的生命安全 導播的經驗跟環圍 應該要檢討 行手隊為了他們保會幾戶的項目 要增加必須要增加保會 來編的預算調整嗎? 沒有啊 快十一年了我們沒有看到你們 警察局做這完美的動作 你如果警察局在第一時間 不提出來市長怎麼知道 如果今天警察局提出來了以後 我們市長不編的話 那市長的問題 如果你們今天 議會審查 我們不通過那議會的問題 所以我是希望說 今天科長你在這個位置 你提出剛剛那些問題 我今天這些問題一開始就是 都是你們的問題 疫情民房這一個部分 在保險的方面 我不知道說一直以來 保費都是一樣的 但是裡面的這個理賠卻縮水了 這個方面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警察局這邊 還是要用心的去討論這個問題 在家寶的部分或者是 在民房疫情裡面的一個保險的一些優惠條件 我們是不是也要幫他爭取 對處市府警察局保安科的專門 洪龍澤回應 目前不僅是導播經驗多數的問題 原因是保險公司 沒有願意來新設 因公選舉 資能的保險和沒有 如果要報因公選舉 必須要回歸一般的受險 所有的誤算 可能要有千萬以上 未來的警察局會參加 對方的意見來圓理條件 台南新聞您跟蔡鳳報道 由台南所主辦的第一名落泡 古都馬拉松 因爲遠度的鼓勤和第四個學者 侵很多民眾參加 今年原本在三月來高班 但因爲當時夜情影響 最好決定演技 現在夜情相對沒那麼嚴重 起庫也決定在十月十八和頂上 並且重新開放報名 有興趣的民眾在八月前 都一趟來報 其中文威鐵也要請 轉購民眾用又來參加 同時將對方也做好相關的出席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們宣布延期舉辦 既然隨著疫情慢慢解封 那我們決定在十月十八日 來恢復舉辦古都馬拉松 那經過第一波之後 我們還是有一萬三千多個人留下來 在準備來留在古都馬拉松活動 那我們重新再開放到八月三十一號截止的報名 希望大家一起來 這也是台灣因為疫情取消了 許多重要的活動的時候 第一場恢復舉辦的馬拉松 也是我們辛苦經營多年的 也對於許多愛好馬拉松的跑者 以及各位好朋友 大家對於古盧馬拉松的支持 表示最大的建議 所能做的回報 古盧馬拉松是戶外活動 但是我們這個起跑的時候 因為馬拉松都有帶那個 跑者都有帶那個偵測器 所以每個人是跟自己的這個競賽 所以說我們出發的時候 會把選手的間距拉開 出發的時間會比較長 但是也不用怕 先跑的不定先到 後跑的不見得後到 主要是跟自己的這個跑的這個速度 跟時間來計算 那電腦會幫他做好調控 我相信這個在科技上 絕對沒問題 所以我們用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來算是做好防疫工作 也兼顧馬拉松活動的正常舉辦 為了讓小妹參賽民眾 可以見到了解如何造出好情節 現在也有提供專業的便宜客廳 由專業的高年帶來民眾 不用健康的運動觀念 那我可以建議一般的跑者 初階的跑者大概剛開始的時候 可以先跑一個40分鐘 這個40分鐘就是你的現階段的配速 這是完成40分鐘的時間 那你可以從40分鐘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多做40分鐘 那接下來就從8公里 10公里12公里 甚至到16公里 這個這個時間 就是可以完成你一個半程馬拉松的時間 那臺南愛跑站呢 他會提供所謂的持續跑訓練 基礎耐力訓練 還有配速的訓練 甚至間接跑 那從這個課程中 教練也會觀察你 那幫你分析你的配速 那提供你一個最好的配速 讓你可以很安全的完成一個半程馬拉松 而且就可以突破你個人最佳層級 在電腦法政府和民間合作 推動台灣的老人照顧和保健關聯 在社會教育幾個月 也這幾個古板各種的衛生 夠有選擇 如果想要來到市場的廠寮社区 它對著這期過生活為主題 古板第一條活動 現場老力運行 透過這個希望可以把台南市 關懷據點的部分 多元化 除了我們健康的保健 健康實物的教育 還有一些生活 健康的秩序來傳達 以外呢 我們希望可以做 讓老人在這裡生活可以更快樂 所以未來關懷據點 除了配合我們長照2.0的西據點的部分以外 我們也希望來推健康的保健 就是我們的健康促進的活動 透過這個讓老人在社區可以更快樂 這次呢 我們在這裡辦這個 也是我們市場 希望我們的健康超前部署 老人的生活超前部署 讓整個關懷據點 慢慢讓它啟動起來 讓整個老人在這邊 得到一個更好的一個設計的快樂的生活 這次在議員 旅遊英聯盟合 地名野村也特別來到關懷據點 古板經驗分享 讓中部了解更加健康的飲食關聯 如果你看到你的舌頭 有白色的舌頭 白色的舌頭 最喜歡白色的 就是我們的鼻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要獨屎 如果就是夏天要吃什麼 要吃苦 為什麼要吃苦 對 以前有人說的吃苦就是退會 今天特別感謝天衣製藥 願意分享怎麼跟著24節氣 來做養生保健的一個工作的健康講座 今天特別來到了車載療關懷協會 那這個協會其實長期以來 對於我們地方相當的重要 它從一個文史工作開始 來保存我們地方的文化 然後歷史 然後一直走在時代的尖端 來照顧這個長者 來做長照2.0 甚至照顧了新移民 所以今天把一個願意做愛心的這個社會企業 跟一個愛心的協會結合在一起 希望長輩可以藉由這些這個知識 能夠更保健自己的生活 我想身體才是萬事之本 那長輩如果開心身體健康 也是每個家庭的福氣 透過城区關懷古店 讓中部的人在地諾法 住間加速照顧 更搭配微信夠有選擇 其他讓中部的人健康健康 使用頻道 白狼愛打垂節目 台南正營酒店 去年舉辦第一次福射漢堡節 第幾天去應超千人參加 直到很多飛行 以至今年擁有福射漢堡節的規模 邀請台南和台北 總共十六斤漢堡職人 立正餐廳 讓各間餐廳的主土運用卡司 將台南特色的農特山立菜 餐廳是當山的香蜜 新華的豆油 官廟用來提順 大來的路來的頂頂 創作出一道道的味道和健康的創意漢堡 選用的是我們台灣最大的酪梨殘區 就在我們台南的一個大內 這次酪梨醬的部分 為什麼會想要跟我們的煙燻手絲豬肉去做搭配 最主要是因為酪梨醬本身就是一個 對女性是一個非常好的健康食品 本身還有一個很奇妙的作用 當它搭配檸檬之後 會帶有一種清爽解膩的作用 可以藉由這次的活動 順便把我們台南在地的美食 還有一些特產去做一個 就是帶貨的效果 我們這次是推出兩種漢堡 然後一種是用甜甜圈 然後配上官廟的鳳梨 還有BBQ的手絲豬肉 那另外一種的話 我們是做比較法式的 就是我們用法式的提凍 然後跟漢堡做一個結合 然後麵包是搭配布里歐麵包 那提凍裡面我們下了一些 就是竹筍 對 然後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搭配這樣子 有了讓今年的漢堡節 竟然有看到 台南精英酒店沒有食堂本 推出有頂級的和牛 搭配西港西瓜麵巨無霸漢堡 後面將報名挑戰大胃王的比賽 現場我們還有舉辦大胃王比賽 因為我們台南精英酒店 出了一個重達6公斤的漢堡 那我們是兩人組隊參加比賽 最快吃完優勝者 可以得到台南精英酒店的住宿券一張 你看你看呼聲漢堡節 八月在一九二三 將一個小小門的國台公眾舉辦 來自台南百百十個斤參加 再來自己的拿手料理以及創意漢堡 單臺民眾買票日常平常 選出自己心中的漢堡王 台南新聞張索偉 蔡鳳伯德 有請坐這種漢堡 優贊六世中北 二十個時竟到六目 華山基金會台南市中西区愛心天山 來在各班感恩茶會 邀請很多林董基金會理念的公司 團體以及高齡 作為配搬中北的貴責 相當令人感動 華山基金一直以來 對我們社區的長輩都相當的照顧 那尤其是他們的體念就是說 希望能夠在地老化 就是說阿公阿嬤在我們這裡的服務 把這邊當作自己的家庭一樣 所以說我們就是要活得健康 活得長久 活得有尊嚴 這是他們的服務 得的一個體念 而且也感謝華山基金會一直以來 這麼多年來一直為我們長輩的福 在關懷外當現場 呂寶傑環保請坐公司 緊急帶來公司的吉祥物小鯉兒 來到現場跟中北東陸 該請坐公司當事長舒漢楊標示 因為小時候家庭不好 受到社會上很多愛心幫助 現在創業有靈力之後 決定要回饋社會 小時候也是會接受各界的愛心團體 公益團體 有些贊助 米油 然後一些獎金 黃金公廟一些獎金等等 那現在做這個其實 也是算回饋感恩的一個心態去做這個活動 今天很感謝呢 我們呂寶傑環保公司 就是很認同我們華山基金會的服務 然後因為也知道說在這一次疫情 非常的影響我們的捐款這樣子 然後一口氣就答應了就是捐贈十萬 來幫助我們華山的服務經費 然後今天呢也很感謝在座的就是所有的來賓 還有我們呂寶傑特地把他們家的吉祥物 那隻小驢子呢一起來到了現場 來跟阿公阿嬤一起過一個很難忘的父親節 然後讓他們有一個很難忘的回憶 華山基金會沒有人在台南 總共關懷2600多月中培 提供二座關懷 培董就醫 物資協助頂途方免費博物 經費也歡迎有愛心的朋友 可以作為關懷孤怒的行列 台南新聞張碩維 蔡鳳報道 本年許家瑋在親家的鼓勵參加 百黨的漢家這家訓練 順利出的建築並且進入工場上班 總是一般公路和更高等漢家的工作 雖然工場當中 揮完溫度超過一千多多相當辛苦 不過每一次等於打開保護貴 就感覺看到一個完美的劇集片 相當有性感 也讓這家訓練老師 相當困難以作品的追蹤 比車多多半年 很漂亮的超過五萬塊 這種工作當你火打下去 那一刻就是你的世界 外面的人都沒辦法看到 你沒辦法看到外界 你只能看到一個火珠那一頭 當你停火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發現你所剛剛看的漢道 的完美 這就算是自己的藝術吧 藝術把他當作藝術來看待 他來這邊寫的時候 他還是滿認真的 他的做工 文路 像我們 我們都會看他的文路好不好看 他的文路應該是中上 除了许家园卡塔时代不怕艰苦核心的成功经验 对出热动部分家人分数也在今年比较多多 持续推出特殊汉奖和所谓设计青年专办 希望保有更多市场所需要人材 汉奖市场据了解需求非常大 讯后投入工作一到两年日清都可以达到两千至三千元以上 因应毕业季的来临 我们分数也开设青年专办 希望培养更多的汉奖人才 中年营营比较贵则 昏加南昏述刚才开办青年专办 没有一般的几个互联办 包括消防安全、设备管理顶顶15班 不明到七个六合围绩 有需要民众在关键中望站查顺 今天的新闻关注林庚彩虹报道 谢谢你收看中家台南台湾新闻 我是秦碧权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